你觉得有笨蛋会过来吗 本来可以好好做的 然后你再笨叫人家过来 好像蠢咯 我好像蠢咯 不定 哇 真的像蠢咯他们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aos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na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啊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们记得要 订阅 打开心咯 想要铃铛咯 OK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拍这个影片呢 今天是我们的帮家Vlog 一定很多人好奇 怎么我们有帮家了 如果有关注我们的朋友 就是知道我们一直很常在帮家 为什么我们有帮家的意思 因为我们这里有鬼 蛤 没有 因为你要跟你的朋友一起住 不是 是因为 OK 现在我们破了100千了 挣大钱啦 不是 就是我们要拍多一点影片给大家 所以我们有两个editor 一个是我跟The Linebar的这间酒吧的editor 我们共同用 然后另外一个我是另外在情罪editor 我也是跟我很久一起做工的一些朋友们和兄弟们 我就觉得我住一间比较大的可能是 因为我们这间是studio嘛 我们住一间商房一厅的 就是讲大家可以住在一起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拍摄啊 简介我们可以看啊 可以gag着啊 之类的可以讨论啊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为什么才办啊 不是因为古语 很荣幸的就是这家公司 登登 这家 登登 牛逼 就是它是一个搬家公司来的 然后它是一条龙服务到完 而且它很保护你的家私 它是sponsor我们搬家 等一下会拍一点画面给你们看 好不好 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新家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收拾东西先 拜拜 OK 现在就是 表面了这些箱子 我们就要自己开始收拾一下 它明天就会帮我们搬上它的裸里 大约我们的东西都只是这些箱子 然后它们也很贴心 我给你看这个画面 OK 现在这些情况就是这个 牛逼逼的搬家啊 人就讲你恐怖好过后 它会先拿一些盒子给你装你自己 小样的东西或者一些衣服 我会觉得这个态度很不错 拍给你们看一下 诶 准备完 还有这个 而且很有细心还会给这个东西 一些paster bag OK 对啦就是这个画面啦 然后昨天已经有拿这些箱子给我 来装东西 现在Mon啊就要把它 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厨房的东西 全部放在一个箱子里面 我们的任务是要做什么东西 是要把它们关起来 你觉得有笨蛋会过来吗 本来可以好好捉的 然后你再叫人家过来 好像蠢咯 哇 像蠢咯 哇 真的像蠢咯他们 猫 猫变这样了 OK 登登登登登 去去去去去 你们就先在里面呗 来 自己进去 诶 别转弯 我还要跑跑哦 是哦 怕游戏真的会怕有个大便在 不会啦 因为在大便多一次我就累了 OK 我们现在已经收拾好所有东西啦 然后猫已经放进去cash里面了 所以我们现在等待那些搬家公司的人 架罗里进来 然后搬东西再去 然后我们再触发去我们的新家 还有要给你们看他们的专业的态度 Let's go 我是没有力的人 如果是你的话 你搬到整个要死要死了 搬那个床单就已经很重了 然后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包起来 去保护着 就轻轻松这样就搬出去了 然后我的鞋柜他们也会包起来 而且他们还有帮我们拆这些 我们的窗帘啊 窗架的东西 所以根本就不用翻了 拜拜 skyport 再见啊 我们的 tudio 跟他们讲拜拜 我们的朋友们 非常牛逼的 牛逼牛逼的一家搬运公司 这样号码来这里 大家可以截图来看 如果需要的话 OK 我们现在已经搬完东西了 正式搬出来了 莫拉讲很舍不得 其实那个时候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搬到这边 就突然今天一看那个屋子 就跟我们第一天搬进去的时候 一样就觉得有点感动 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又在去一个新的开始 男人就是喜新厌旧 我们好多新的开始 哈哈哈 今天来我们照老师 以来再拍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做一个搬家仪式 我妈妈讲的 就是要把糖果撒进去客厅上 要把它糖果撒在中间 这个仪式就是讲菜业滚滚来 然后拼拼啊啊之类的东西 没有 没有 你妈妈讲的这个是代表 家里面会甜甜蜜蜜 哦 是是是 要乱讲哦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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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麻烦你们了 OK 我们去另外一间 来啊 中国牛啊 跟马来西亚习俗啊 哎呦呦 钱满出来了 钱满出来了 OK 现在要放硬币在四个角 的意思是什么 更大钱 不是 是旺财 旺财 旺财 啊 来 四个角 直接甩进去啊 对 放在角落 这里算角 还是这里算角 都可以 这里啊 啊 这边吧 我觉得是这边 这边算角 这里吧 啊 这边对 这边有脑哦 或是有很多个角 或是先放那边 有个角 放四个角吧 这边 那边两边 第二边 丢进去好 嗯 那边对 哦 新家的第一餐 好有家的感觉哦 因为我们有饭桌啊 最开心的是那个外卖可以送上楼 不用下楼 对 我们是一个很懒惰的人 然后我们终于办好这些东西了 就是待会 我们就要用很多的时间来整理整间物质 可是我们等一下还要去拍摄 所以我看这里到来应该是晚上了 然后我觉得今天应该会睡个好觉 OK 现在我们已经 办好所有的东西 为什么我开头的时候不等我做好了 OK 现在我们已经打扫好 然后弄好所有的东西了 就搬家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是又是时候两个人坐下来谈一谈 我们这一期我们要聊的东西是什么呢 一定是要关于到有一点点关于到搬家的事情嘛 就是就是浪费这个字眼 因为我们在搬家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就是家里其实堆了很多东西 孩子怪我就讲是我不舍得丢啊 我们先举几个例子啊 就第一个例子就是搬家的时候你要丢的东西 可是哦 你不可以讲你要丢就丢嘛 比如讲一些盒子 他以为自己是那种很潮的男孩子 买鞋子要收集盒子 不是这个我不是讲鞋子的那个盒子啊 我想maybe一些电话的盒子啊 或者是一些家具的盒子 或者是一些电器的盒子 为什么我要留下来 是因为你们懂warranty 都很就是需要留着盒子 所以你到时要用到的时候 你就不会要这里找那边找 就是我觉得盒子就是垃圾 好吧 可是盒子真的很占空间 那个电子验的盒子收起来是为了什么 电子验盒子是因为 那时我们把人家打广告 所以我们要收着 我只是衣服啊 还有一些衣服啊 我也只是衣服啊 哦 那个其它是就是厨房用品啊 衣服我到最后扔了 那不是我逼着你扔你能扔吗 我第一次帮你收拾衣柜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好像是十年前的衣服都还在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扔 有两个点 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可能是像我的像我妈妈 我妈妈也是很喜欢收一堆 已经没有用的东西 可是还是就是就是感觉丢掉很浪费 因为我想到有一天一定有可以给到有需要的人嘛 我可以收到一堆了 过后是捐给孤儿院还是什么东西 孤儿院会穿你的衣服 怎么不会穿的 孤儿院是小孩子啊 孤儿院也是有18岁的好不好 我都不懂 所以你看有些有些比较大的他们会出来 叫你捐钱还是什么东西 其实有些是真的是从孤儿院那边出来的 然后他们就要帮忙孤儿院筹款还是什么东西 我的想法就是我收完这些东西了 你又把话讲完了 我就想说你为什么你说要捐给孤儿院 然后你为什么放在那里 放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几个月 你都没有放捐去孤儿院 因为孤儿院又不是在我哥比家 不是随便随便就去了 就是我们会在新年前 都会去孤儿院老人院捐款啊 或者是捐一些我们没有用的东西给他们啊 我不想拍了 我觉得怎么讲都是我的不对呗 那个盒子说起来也是有保值器 也是我的不对 那你都放家里呗 别扔了 浪费对于我来说就是 我还想要在用的东西丢掉了就是浪费 如果我不想要的东西丢掉了我就没有觉得很浪费 人生也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就是 就是他会帮你做抉择去丢掉一些该丢掉的东西 今天的论点就是你吃错了 其实最重点啊才是吃东西那一方面 浪费食物这个东西 这个才是最重点 中国人很喜欢吃东西就是叫很多菜 叫一大堆东西吃 然后吃不完他们就放在那边 其实他们的观点他们不是想浪费的 他们要招呼你 招待你就是他们会叫到一桌的菜 就会讲你吃不完没关系 就是放在那边给钱走人 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喜欢你这个人我觉得你不错 或者是我想要好好的招待你 我就会把我觉得最好的东西 或者是你想要的东西都给你 我愿意为你买单 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一饿了他什么都想要吃 你可以讲一下吗这个 我爸爸妈妈妈都跟我讲吃东西 不要在吃东西上面省 人生在是吃喝二这次吗 OK这个秀得非常好 我也是很认同就是人生 赚钱是为了吃 偷偷我会觉得哦 我吃吃吃要省着啊 或者是啊你要吃什么你才叫什么啊 我去中国啊他带我去中国 第一次去中国 晚上的时候我就很饿 我就想要叫东西吃 然后我就点 然后我就点 我就跟他讲我要点KFC的炸鸡 然后我又再点麦豆腐的薯条那样 他就骂我 你吃得完没 我是想我想要吃 也想要试看中国的食物 那为什么你不要点给我吃 就觉得浪费啊 你一下你就点这么多家的 我每次点菜我就是点一家的 可是我的想法就是我很难得来到中国 所以我想要试看很多那边的味道 可是他就有点不爽 然后跟我吵架不给我点 你点啦 为了抢 我点啦 也是很喜欢点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现在我点一大堆的东西 你会这样就是觉得很浪费 然后他就有跟我解释就是 他点的是同一家 比如他讲他点KFC 他就全部是点KFC 可是点很多 我是KFC点一点 麦豆腐点一点 可是他点一大堆在KFC那边一大堆来了 我点的就是我KFC可能点一个炸鸡 麦豆腐点一个薯条 来到那边哦 是跟他点的多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浪费 只是多点几家 罢了嘛 Maybe你要给多一点那个 送delivery的钱 那个费用哦 我觉得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也讲 就不一样嘛 讲出来 给大家讨论 你们觉得你那个配送费 还给他的呀 没有关系啊 我们出国啊 出国这样花钱啊 这样为国称光啊 那我没花钱啊 所以哦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浪费这个话题 是因为 其实浪费没有一个定义 真的吃不完了 你要怎样 我们就真的吃不完了 你不可能硬硬塞下去 硬硬塞下去 也会伤到胃了 然后我就慢慢对这些事情改观了 就我们可以从搬家讲到 想要浪费食物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们认同 看认同时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你们有发生过什么 关于浪费的这个东西 给人家骂啊 还是你们有讨论过啊 你们也可以留言 或者是我们有讲错什么东西 你们也是可以跟我们讲 讲你们 我们的想法是错啊 还是什么东西 你们也是可以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也不是神 所以我们也是只是讲出我们个人的想法 因为我们这个是在讲我们个人嘛 不是讲 我不是代表马来西亚人 他不是代表中国人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来看我们在讲浪费这个字眼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啊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 订阅分享留言按赞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